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最新的G7峰会动态 和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 峰会公报中提到 中国多达28次显示出一种对抗性的态度 特别是涉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以及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威胁 拜登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也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武器生产和技术上的影响 这次峰会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显著转变 不再仅仅是其位合作伙伴 而是将其世卫主要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G7峰会的舞台上像戏剧一般热闹非凡 拜登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联手演出了一出 中俄关系大戏 就在泽连斯基小心翼翼地提到中俄关系时 拜登似乎按捺不住 凑到麦克风前插了一句 顺便说一句 中国并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而是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和技术 这话一出 现场气氛瞬间紧张 这次峰会期间 中国的影子一直笼罩在会场上空 峰会公报中 足足有28处提到中国 几乎每一处都把北京描绘成邪恶力量 公报言辞尖锐 措辞强硬 完全与过去的合作友好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回想几年前 中国还被是做着西方在气候变化 反恐和核扩散等领域的合作伙伴 如今却变成了 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救星 纽约时报的Aaron Sheff的镜头 捕捉到了一些七国集团领导人之间的紧张时刻 这些领导人 现在似乎一致认为 与中国的关系将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 描述了峰会期间闭门会谈的情况 称习近平的目标显然是让中国 在全球贸易和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这位官员要求保持匿名 但他的话语无疑加剧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第一次七国集团公报中 明确指责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这与过去几次峰会形成强烈对比 当时中国被描绘成 对俄罗斯有某种缓和力量的国家 而这一次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公报中明确表示 将针对中国和其他为俄罗斯战争机器 提供实质支持的第三国采取措施 在乌克兰沃夫昌斯克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州的进攻 让当地陷入一片混乱 这些画面通过纽约时报的镜头 传递给全球观众 这一幕幕惨烈景象 无不加剧了西方国家 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担忧 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美国财政部发布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只在阻断俄中技术联系 虽然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 对这些措施的响应不一 但美国的立场十分坚定 拜登政府内部的一些声音表明 他们认为习近平对中国 在乌克兰战争中角色的看法 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共识是 中国将越来越多地支持普京 并宣布与普京展开 没有止境的合作 几个月前 这种说法还被认为过于夸张 但现在连拜登也不再怀疑 中俄合作的紧密性 这次峰会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拐点 柏林卡内基俄罗斯 欧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亚历山大 加布耶夫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 中国现在反对任何无法发挥核心作用的和平努力 加布耶夫认为 习近平似乎不会抛弃麻烦的俄罗斯伙伴 甚至不会在口头上支持基辅 他预测 中国将继续帮助莫斯科 并破坏西方领导的和平动议 美国官员基本同意加布耶夫的判断 但他们怀疑中国是否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外交经验 尽管如此 七国集团公报中的措辞 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发生了深刻变化 几年前还担心 美国与中国过于对抗的欧洲国家 如今签署了这份公报 呼吁建立更强大的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公司的依赖 公报中还含蓄地指责中国 对美国和欧洲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黑客攻击 敦促中国 线手在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事的承诺 并承诺 继续努力破坏和遏制来自中国的持续恶意网络活动 这些活动威胁我们公民的安全和隐私 破坏创新 并危及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这些黑客攻击 被美国情报机构称为福特台风 据称这是中国进行的一项复杂行动 旨在将恶意软件 植入美国及其盟友的供水系统 电网和港口运营系统 拜登政府官员在国会作证和接受采访时指责说 该恶意软件真正目的是在台湾危机爆发时 关闭美国重要服务 以拖延美国的军事反应速度 并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混乱 总的来说 这次峰会不仅是对中俄关系的宣判 更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全面转变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上 拜登和泽连斯基像两个老朋友一样 联手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对抗的国际局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次峰会的影响将继续发酵 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转折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G7峰会 全称七国集团峰会 是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七个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这个论坛的目的是讨论和协调世界经济和政策问题 以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G7峰会每年举行一次由成员国轮流担任主席国 并在其国内召开会议 G7的前身是G6 始于1970年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各主要经济体受到严重影响 为应对全球经济的动荡 1975年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倡议 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经济及金融问题 首次会议在法国兰部EI举行 参加国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次年1976年因加拿大的加入G6扩展为G7 自成立以来G7峰会讨论的议题逐渐扩展 从初期的经济、贸易、金融等问题 逐渐涵盖到政治、安全、环境等广泛领域 例如198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安全问题 成为重要议题 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全球化进程加速 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 也被纳入讨论范围 尽管G7成员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其代表性和影响力逐渐受到挑战 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使得G7的决策和协调能力面临考验 为应对这种挑战 1999年成立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 在内的G20旨在更广泛地代表全球经济利益 然而G7依然是讨论和解决全球关键问题的重要平台 每年峰会前夕 G7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举行预备会议 为峰会讨论议题做准备 峰会期间 领导人通常会发表联合声明 阐述各国在不同领域达成的共识和未来行动计划 近年来 G7峰会在应对全球卫生危机 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G7峰会也面临批评和挑战 一方面 不同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和立场 有时存在分歧 导致会议难以达成实质性成果 另一方面 外界质疑G7的包容性和代表性 认为 它不能充分反映当今全球经济的多样性和变化 总之 G7峰会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仍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年度峰会 G7成员国致力于协调政策 应对全球挑战 并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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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